好,我们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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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魂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圣妙法莲花经略说 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尼 各位沙咪 各位沙咪 各位居士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上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 各位的版本应该是九十七页了 那我们正进入到 上个讲师跟大家谈到 这进入到 世尊要正说 正说这个 这一佛称的妙法 正说 那么就是 摄利佛请问之后 他正说的部分 那正说分当然很长 那一直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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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通芬 之间 之前 都是他正说的部分 那正说部分呢 当然我们如果要 再把它解析一下 会拉得很 很长 那没关系 所以我们等 谈到那里的时候 再跟大家回复一下 不然 可能对诸位也讲 也没什么概念 那么正说呢 首先 说到说 这个 摄利佛言 首先是 摄利佛他 先接受了 世尊的要求 就是要他怎么样呢 这个 这个 乳 乳今 善听 当为乳说 其实就是 就这么两句而已 乳今 善听 当为乳说 那 淡淡的这两句 但是呢 这 因为行 就马上要讲了 所以 而且 而且 在这之前 世尊已经 拒绝他 三遍 预先 拒绝 那么 这样子呢 就 对于 摄利佛想要 听法 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已经 培养他 很强的 动机 也完成了 那一般来讲 人缘之间的这种关系 真的恰到好处 世尊真的是恰到好处 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 世尊也有那个很人本的部分 就是说 在这个 在这一部分 我已经 我已经 说不用再讲了 那么你也请求三次 是说 你有足够的 诚意想要听了 那所以 当我正要讲的时候呢 我只做了 他只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 没有预计 而他 当然世尊是一定知道的 但是一般人来讲 是没有预计的 旁观者来看是没有预计的 诶 五千离席 那五千离席 世尊要表达一下意思 你不能闷在那里 不讲话 是第一个 因为是牵涉到这一场 这个很特殊 这一场很特殊的 这个 一佛称的 这个演说 或讲解 那世尊要对这些事情表达 是第一 第二 再戴一下 你已经很真诚的要听了 那你大概也知道 我要讲的那个法 我前面已经讲了 是你不能了解的 因此呢 我再戴一下 你要好好听 因为你已经阻止三 我已经挡你三次了 所以不需要再多说什么 要多重要多重要 要专心听就不必了 这个就是 我们人 有时候 对这个 人性了解 对自己的 跟人的应对 有很 恰如其分的 自信 你比如说我们 这个 人 平辈也好 或者是 有 有隶属关系 有这个 不要讲阶级 就是说 有一个尊卑关系 的人 彼此之间 都有可能这样 这个 某一个人 在对另外一边 另外一个人 做说明的时候 在一再的说明 这常常是 这常常是这个 尊对卑 司长对徒弟 那 倒过来说 这个卑对尊 因为 本来这个 关系 就不太对等 你比如说儿子 对父亲 女儿对母亲 或者是 学生对老师 或者是 卑对尊 他就可能 怎样 他不是 不是多说 是用冲撞 因为没有冲撞 他说不出来 害怕 或者是觉得这个 谈话的关系不对等 是这样 这个跟社会上面的公司 有时候不全然一样 因为公司是一个 买卖关系 那买卖关系的话 等到没有这个买卖关系 那这两个人 并没有天生的 隶属关系 或尊卑关系 也没有什么血缘 这种天生的 或者是一个 交与兽之间的这种 这种私生关系 就比较没有 除非 除非刚好他的上司 就是过去他的老师 或他的长辈 除非是这样 不然没有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现代的管理学呢 他就会讲说 你这个做上司的 做主管的 你就要像跟 属下就要像跟朋友一样 那 维持一点点的 这个上司的关系 这个尊长的关系 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下面的人跟你谈话 他会比较没有压力 这是在商业行为上 会这样 因为随着民风的开发 这个民主化的开发 他会是这样子 但是修行状态 就不是这样 你修行状态是 有一个人要帮你忙 有一个人要 他先行者 他要做一个教练的状态 那要帮你指出来问题 这个时候就要保留 这种一定程度的 一定程度的尊卑关系 那这个尊卑关系 有时候保留的主要来自于 尊卑关系的存在的保留 其实不来自于尊 是来自于卑这边 也就是说 学生 徒弟 儿女 他必须是 他必须是接受这位 关系比他长的 位阶比他尊的 他必须要表现出 我尊崇 就是我们还是讲 那个恭敬条楼 你要表现出这种恭敬条楼 那他才能教你啊 不然 这个关系既不是商业的 那你又不表现出恭敬条楼 那他就没办法再教你了 因为他不是商业行为 不是外面那种商业行为 商业行为现在甚至于被摆在什么 摆在学校里 现在老师的那个师道尊严 是随着那个时代的不同 很多师道的尊严已经不被强调 也不敢强调了 学生比老师还凶 所以说现在学校出来的人 他没有这种尊卑关系 他不天生没有 那父母呢他父母只有躲避关系 跟债务关系 怎么讲呢就是给他钱的 然后或者是因为给他钱 因为有家庭未来的地位所赋予 所以他就顺从一下 有时候甚至于变这样 有的年轻人已经到这种想法了 这种想法在三十年前已经开始就出现了 已经有人在讲这个事 在讲这个事 当时我是 应该是大四大三这样子 我在联营寺我会讲课 偶尔唱功会叫我讲课 下面就有学生 那个大概就专科的学生 他有跟我提到说 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不过就是买卖的关系 这样 其实我并没有大他几岁 但是我听起来就是 我觉得那是很腐败的思想 今天听起来当然不会用腐败来描述 但是我们知道说 他任意的这样谈的话 很危险的 这很危险 在西方很常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东方 主要是儒家的环境 他保留了一个说 知识的传递是应该要被尊重 那么在佛门当中 这个并没有受儒家影响 那他基本上也是这样 所以像菩萨界 是相对比较开通的菩萨界 比较开通就是说 不是以个人解脱为目的 是以众生解脱为目的菩萨界 他就在乎人员间的关系 他就会讲到说 先者先坐 后者后坐 莫如外道吃人 坐无次地 那这跟僧文教法里头的 僧伦关系 在建立的时候 也是有的 有这种关系 只是说佛门当中 他因为是以解脱为目标 所以没有像儒家那样死板 说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还不至于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只谈关系 我们不谈对错是非 所以父为子隐 就是说儿子做错事 明明就是做错事 连父亲也知道 他还是要尝尸 他不承认 他也不把他儿子纠举出来 不要 反之亦然 那这种文化呢 当然是会被检讨 那这种文化发生在地球上面 的汉人 华人文化里头已经渐渐少了 但是在一个奇葩的国家当中 还发挥得非常好 你们都知道 哪一国 啊 啊 什么 什么 讲什么 印度 哪会啊 印度没有儒家 韩国 韩国 对韩国 发生什么事 你们不能乱猜啊 你们要讲出理由来 啊 哦 这个 是啊 这个对 那但是 讲说子为父隐 父为子隐 我在讲这件事情 这没多久时间发生了 全世界笑话 全世界的笑话 是南韩 不是北韩 北韩因为他 北韩是一个很特殊的政权 这不是 北韩是这样 北韩在2008年的时候 那个 还有 2012年 那个 韩国是很爱打 踢足球的 足球 足球在 蒙古文化里头是 有很很古老的历史 很接近的历史 足球 踢 那 北韩的 国家队呢 去比赛 没有得到 他们预期的名次 你再回去枪毙 你知道吗 这事情你知不知道 这是北韩 所以这个跟儒家没有关 但2008年 不是在 韩国 举行奥运吗 然后有一个 那个 他们踢进全世界 前八名 就是人类 就是人类有 地球上有 有这个 足球 的情况 第一次有亚洲人踢进去 那 大家后来都发现 那就是爱国裁判搞的嘛 韩国的爱国裁判 这样 而且是公然的 公然的不公平 那全世界都哗然了 对这位裁判来讲是很光荣的 为什么 谁是 只为富隐嘛 富是谁 国家呀 子是谁 人民啊 国家怎么可以输 既然我能够判 我当然就要判 我对没有 没有违规啊 是这样 后来当然 听说我没记错 韩国后来韩国足球 为了要给世界一个交代 好像那位裁判好像后来就没录用 还怎么样 但是呢 判了已经是判了 因为在国际比赛上面 还是要尊重裁判 裁判判了好不好那事后的事 但现场在比赛你是不能够去 抗争如果无效 可以抗争 抗争无效就是无效 那就要接受那个裁判的结果 好像前四名还是怎样 我忘记了 那可以查一下 这事情给您印象很深刻 但是国际上就是用嘲笑的立场来看 它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要看背后 背后都是一个文化问题 裁判不会那么糟的 真正能够做到裁判 他头脑不至于是这么糟 但是他在国内 他势必在国人的所有的压力之下 只会赋引这种儒家的思想 对他来讲是有很强大的推动力 这样 你要知道韩国还有儒家村你知道吧 穿那个戴那个帽子啦什么的 他们认为儒家的穿着啦 汉人已经都搞不清楚那是什么穿着 不过他们说 那个是他们传统的儒家穿着 有韩国村 有儒家村 儒家村干嘛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那个什么 什么私人的小学 有没有 把小孩子带进去 然后读四书五经 背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的 那样子 有点像 但他们更加的 更加的 不要讲极端不好听啦 就是更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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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头 穿那个衣服过那个生活 完全就跟现代生活就不一样 衣服也都不一样 在那个村子里 有点像那摩门教的那个摩门村 在美国的这个这样子 他们的不能用电灯的 甚至于曾经有一阵 好像也有某一些很比较 更严格的不准用 不准用 用手机 那整个村子里头都骑马 到现在是有 我二十年前在美国巡远演讲的时候 他们有 时间没排好 本来要带我去看 去参观 他们容许参观 参观他们也赚外 他们也赚这个观光钱 是 那就是过那种生活 那男的一定戴帽子 穿的衣服就是黑跟白 嗯 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 他当中的摩门教 更加的表现出这个样 那只为父隐 父为子隐 这种观念 佛教倒是没有 佛教没有有一个案例 这是在戒律里头的一个案例 戒律案例是这样 就是说佛陀刚入灭没多久 然后有一个小僧团 那僧团 人数不多 那他们要去受供养 受供养的时候 嗯 一样是 有僧伦关系 所以先者先行 后者后行 那有一个第一上座长老 第一上座长老呢 就坐在上座上 那人家会请教佛法 会从上座开始问 供养 施物用完灾了 施物们会QA 问答 佛法问答 结果呢还没去之前 这个有这么一位比丘 也年纪也有了 但比那个第一上座还低啦 他就跟他讲一件事 他就跟那个第一上座讲 说上座您不庄严 啊 不庄严 那是怎样 我剃头没干净 还是胡子没刮干净 这样 您不庄严 他不敢说 这样 他又说了这两句话 旁边听到 他不好再说一下 他就离开 他就不敢说啦 他就这样 还是怎么样 不 他有说 他就说 那你告诉我 我是怎么不庄严 他说 你是第一上座 那么 僧团呢 坐在前面 受贡也是你先 但是你没有开悟 你没有正果 万一 人家有外道 佛教的外道相当 当年那个时代外道很多嘛 外道有的也会有些功夫的 也很能辩论的 你要没有 没有正果的话 那个信心不笃定 是这样 可能会 让佛教受到 受到伤害 所以你不庄严 哇 那常常听得很惭愧 距离那个应供时间 好像一个礼拜还是怎样 在这个礼拜当中 不眠不休用功 等到要去应供的时候 开悟 所以你看喔 在儒家的环境里头 是没有说下位的人 敢对上位讲这种话 但是佛教呢 也不是说他敢 太没有冲撞的意思 但是他是善意 以善意 以柔软 他不是用冲撞的 那儒家因为有这种尊卑关系 所以反而在佛门当中的下背 他用冲撞的 而且一冲撞 师徒关系就搞砸了 因为他没有这种文化 但问题是似乎有些做法上 可能需要被提醒 但他也没那个哑量被提醒 或者没那个概念 因为在儒家文化里 这个下范上是不行的 那怎么办呢 他就放炮 或者下面就用冲撞 冲撞完关系就恢复不来了 他就离开了 是这个样子 那这是文化背景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 真的是情况 我们就观察出来是这样 那这种观察出来呢 我在讲这句话 在解释这句话 是在讲什么 这样说 我们把做 这个佛门里头还是一样 这个倒是做人的基本 我如果要说你有什么过失 大家同参道友也好 或者我是你师父 或者 好了我是你徒弟都可能 我们善意的 告知对方 可以 可以 你看佛陀兹讲一句 这个 退一家以之外 汝金善听 当未汝说 你看才四个字 汝金善听 其实他之前拒绝了三次 怎么现在在这里 就只讲了一句而已 汝金善听 为什么 因为你的程度 我要多说了 就看不起你 你懂吗 所以 只要四个字就好 汝金善听 这发展下来就怎样 有时候我 我观察 在外面 A跟B 在聊天 聊着聊着 他可能A对B的某些想法 他有修正的想法 那我们就 我们就会看到那个修正者 他们两个即便是平辈 或者没有差很多 辣没有差很多 执行修正的人 一直去说那个修正的内容 在我旁边听我已经听到三遍四遍 这样 那个被 也不是说被纠举 就是被他认为可修正的那个对象 其实程度不差 也不会听不出悬外之音 那结果他不然讲得很白 而且讲了好几次 他就对他自己所讲的 没有那个信心 那两个是平辈不需要冲撞 华人文化有时候 徒弟用冲撞 因为他不然他讲得出去 有那个威严在 师父的 上辈的那个 掌上的那个威严在 这个情况 那他不用冲撞了 他也没办法 那他一次就好了 你不用讲那么多 那些可算是平辈 也不需要冲撞 那善巧就好 佛经上讲说 以柔软 以事实 以善意 以真上作为方法 作为目的 我叫你真上 我是用柔软的 我是用真实的 我讲真的 我那个有具体的 人家听了基本是OK 那带一次就好了 不用带太多 因为同辈之间 带一次你说 我不确定他听得懂 听不懂 没关系 你观察 既然是朋友 道友 你观察 他还没有真正 听得懂 那么就再提醒 再来一般用问句 不用 像世尊是用 结论句 不是命令句 是一个结论句 辱当善听 当魏鲁说 那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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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金善听 也没有命令 就是一个描述句 这样子 那有时候同辈之间 讨论事情 或者是结论 些什么事的话 可以保留问句 这样 你看怎么样 我刚刚就说的是 这个 我的观察 提供你 参考 这样子 这样就不确定句 这样子 人也能相处 就比较没有 那些 可能存在的误会 这样 好 那么这是这个 这第一个 就是他对于当机听的人 汝金善听 他对于离开的人呢 他描述了一件事 他说 如是真善慢人 退役加矣 世尊默然不自止 所以说 我此重中无腹之业 存有真实 怎么会这样 他的结论是这样 所以世尊表达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 我大众当中现在 好了OK 没有不适合的人在现场 无腹之业 之业是要裁剪的 存有真实 什么是真实啊 之业就是 不打算完全来接受 世尊的教法 那存有 存有真实 什么意思啊 真实能受益 真实有愿意 有意愿 想要听 这叫存有真实 那如果你真上慢 或者罪根深重 你听了反弹 因为那是世尊第一次说的 开释险说 会三归一 开释险说 所以他又反弹 所以我怎么办 那么说 我让他退役加矣 世尊也对这件事情 做了一个交代 不然弟子们还是怀疑 世尊怎么不讲话 那么多人离开 什么理由 而世尊 你有阻止 那有什么理由 一定会 这样子 你看都交代完毕 交代完毕 下面才开始讲 他说啊 这个 那 瑟利佛就回复了 回复了 世尊这么讲 他就回复 回复他说 瑟利佛言 维莱安世尊 愿要欲文 那维莱安世尊 是的 瑟利佛言 这是解经的人说的 解经的人 他注明说 现在换谁发言 瑟利佛发言 维莱安世尊愿要欲文 不是说世尊愿要欲文 是他们愿要欲文 维莱安世尊 应该是无等愿要欲文 应该是加这两个字 但是他没有 他就简单的带过去 维莱安世尊愿要欲文 因为就是他要再问 所以我说我好要 我愿意 而好要的听 有时候只是愿意听 不一定好要 有时候好要 但实际不对 他不愿意听 这个时候听 很多 所以必须实际对 然后对方的情绪 愿意听 这个也很重要 愿意要欲文 瑟利佛 那好 那这样好了之后 佛就告瑟利佛了 那首先就 告瑟利佛怎么样 首先赞叹一下 让你更加的有意志想要 哦 这个法这么难啊 哦 那种感觉出来 哦 就是珍惜感就出来 佛怎么说呢 他说 佛告瑟利佛如是妙法 诸佛如来 实乃说之如 悠潭波花随现耳 首先他在这里头把诸佛提出来了 诸佛是哪一种 诸佛呢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哪一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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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诸佛 十方诸佛 是空间上讲的 我现在讲过去 现在未来 这里的诸佛是指哪一个诸佛 过去哦 啊 啊 诸佛 我们讲时间啊 空间 当然说十方应该是可以理解 但你讲十方 空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应该讲时间 是过去 的诸佛 还是现在 现世的诸佛 还是未来诸佛 蛤 过去是到未来 过去是到未来 过去现在 那未来没有是 米勒菩萨那才才一位而已啊 那不是诸佛啊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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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那是现在就对 好 治的大师的解释 或治的大师告诉我们 是四佛 四种佛 过去现在未来 还有现前释迦佛 你要知道佛佛道同 对不对 所悟的不会不一样 这件事情很重要 这件事情就大军压境 让 所有的生文教 孙文弟子们的 就没话说了 为什么 十方诸佛 都跟你们不一样 对啊 都跟设立佛不一样 设立佛 你真的是 智慧第一 但十方诸佛的法 都跟你们不一样 都跟你设立佛 为代表的 生文教法不一样 所以说 你看师生怎么说 他说 佛告设立佛如是妙法 诸佛如来实乃说之 他讲了两件事 诸佛如来 我刚刚已经停下来问你们了 对不对 过去现在未来 还包括释迦佛本身 这样叫做诸佛 还有一个理由 你看看 他讲诸佛的时候 前面没有时间的复制 过去诸佛 现在诸佛 未来诸佛 没有 也没有讲方位 十方诸佛 也没有 因为讲十方诸佛 会让你误认为是现在的诸佛 十方嘛 十方就在空间上你看得到的 你看 他越精简代表越多 所以说 所以说 如是妙法 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 怎样 也会正德嘛 正德他一定先说出来嘛 所以他接着就讲 诸佛如来 如是妙法 如是妙法 是诸佛如来 实乃说之 开始出现一个特定名词 实乃 什么是实乃 就是说 你要知道 这个 甚深为妙之法 所谓一识相 如是相 如是体 相性体力 作因缘果报本末究性等 等等太多了 这个大圣的 一佛圣 三贯元龙 三 三 三贯元龙 三地元修 这样的叫法 是就佛来说啊 他没有讲时间 也没讲地点 那就告诉你说 第一个佛佛道童 第二个 这个要 为什么 为什么过去现在诸佛会一样 哦 因为他是实相嘛 实相不会基于哪个哪一色的佛 或哪个地方的佛会有不同嘛 不过就是应激队员 不同的众生会不同讲法而已啊 对不对 讲的核心内容都会一样 一切众生皆成佛道 你要知道 我们汉传佛教的人 接受一切众生皆成佛道 一点都不难 但是呢 维世学当中就有一派 就有一派认为那是一产提就不能成佛 这样听懂吗 有有有这样的 但是呢 天台中他依的是 这个大圣的经典 也依什么呢 大伯尼盘经里头的道理 没有讲到这样 不会去 不会去这样说道 所以说天台中为代表的汉传佛教 他是认为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好了那问题来了 这一二是佛法 而且还是大圣 唯 这个 唯世学 或唯世中 他是大圣啊 他很注重思辨 他的名识也很多 怎么会 里头居然有一支说 一场提不能成佛 这事情呢 到底对学为世的人是多坚持呢 我本来也不知道 大概在二十多年前 这事情我第一次讲 二十多年前 我曾经在 某个 那个时候二十多年前大陆 经济是才正要起飞了 然后他用了很多台湾的经验 他们自己人也告诉我 我们暂时不提 那么就有一个呢 这个 这个 这个问答 那这个问答呢 那你感觉就是说 啊 这 居然 在我们的 这个 汉传佛教 他是 这样子的探法 怎么说呢 他说 这个 这个 过去诸佛 现在诸佛 未来诸佛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教法 那这一样 这一样教法 表现法会一样吗 那确实我们不知道 因为 时代不一样嘛 那说的方式会不一样 那说的方式不一样 弟子们听起来 会是 一样的感觉吗 会一样的理解吗 这也很难说 啊 所以就变成怎样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的话 诸佛怎么说 他纯粹就是要依着众生的因缘 可是 实相法是不随众生因缘改变的 你要知道 他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理 那问题是 这里明明就这样讲 如是妙法诸佛如来 他直接就讲诸佛如来 而且是死乃说之 所以我今天有提到 我说死乃说之 那个死是什么 一定有一个死是什么死 硬不硬积的死 对不对 那就会变成什么呀 变成没有硬积 是不说的哟 就不说的 哇 这个 这不说会比 会比较好吗 会 绝对会比较好 这就是我们上一个讲词讲的 多宝佛就是这样 多宝佛他的因缘就是因为他 他没那个讲的时机 他宁可不讲 你知道吗 所以 所以 我们说 教法 教 应该 经上 法话经上也是这么讲的 他说 不可以任意对人说 为什么 毁谤不信 所以时机 死乃说之 那才是难 不是那个能不能说是难 不知道 什么说是难吗 怎么会难 诸佛一定有这个智慧 重点在死难说之 连佛都没办法决定那个死 为什么 因为 我们不是知道吗 佛有三不能 其中一个叫做不能度无缘众生 问题就出在这里 你一直没有那个 你一直没有那个有缘 能够听这个教法的人出现 或者有的 少数不成气候 到时候一讲出来 反对的人多 反对有可能 凡夫反对 有可能棒佛 那旁边的人 本来应该能接受的人 听到你 听到那个大阿罗汉们反对 他也跟着反对 为什么 他那个 他那个能性的牙 心中那个牙 是很弱的 你知道吗 所以 此乃说之 很重要 我们很多出学佛的 很爱讲 你听懂吗 特别出学佛 就懂一点道理 两个人就讲 抓着人就讲 这个是 这个是没办法 众生就是这样子 那还有一类人 当然跟这个无关 他可能内在有躁动 或怎么样 一直讲 然后呢 一直重复 这已经是 有一些受伤了 这我们就不讲 所以 诸佛如来 记得 他没有讲地点 他也没有讲 没有讲什么 也没有讲 时间 他讲了什么 过去现在未来 此处他方 所有的 释迦佛以外的佛 都是诸佛 那他们会讲 只要有那个十七因缘 他们就一定讲 但 对不起 不保证 不保证 所以实乃说之 如大海浮沐 这个浮沐的孔 盲归一百年浮上来一次 你能够 刚好在那个洞上面 你看这几率有多小 那居然都给我们得到了 我们能够听这个叫法 什么理由 累劫啊 累劫熏的啊 人家说稍微笑 稍微笑 不是 是累劫熏 你已经走到这里来了 你说 我现在问你 你下一次的佛华机 你不来 你真的敢吗 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明明都上路了 明明已经握了这么多的资源了 你真的不来吗 火已经烧到那儿了 结果你这一次 应该在添油的 你没添 人家正在添油 此消彼长 你怎么查得很 人家不是要跟人家比 不是要跟人家比 是你辜负了你此生 你知道吗 那多数人 根本没有时机 连佛想说 都没机会说 你现在是 不但佛已经说 而且只说一遍 然后呢 well 你也已经在听了 然后说 下次说 有狗啊 不要听啊 你这么严重 你这么多事情要做 那个郭慧珍呢 台中的郭慧珍 就是后来的那个什么 道政 比丘尼啊 我跟他在家就认识 后来他要去受戒 他有问我 他说能不能受 他已经癌症了 我跟他讲说 如果还能生活致辞的话 那去受也是可以啦 他有问我这事情 那我也有跟他讲 我说讲阿弥陀佛这个信仰 你不要把他讲过俗 什么他说我爸爸啊 什么这个 偶尔带一下 可以 但你已经出家了 就不是这样讲 很多居士还很吃这一套 那当然也无所谓啦 但是 这个 你其实你把奥弥陀佛 那爸爸 你是把奥弥陀押低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那爸爸也会暴力对待儿女啊 但奥弥陀不会啊 所以爸爸不太外奈赏 也不太 不太文修 有的爸爸都是酒醉打人啊 家暴啊 所以你把奥弥陀说成爸爸 有些人真的很不相应啊 有那爸做吗 你家会怕人啊 你奥弥陀 奥弥陀说像阿爸 不像阿弟 有没有这种人 啊 当然你 你可以说啊 我原谅 我已经原谅我爸了 奥弥陀不用你原谅啊 他没对你干什么事 是不是啊 所以就像这样子的 看起来好像很善巧 其实 并不恰当 不是他错啦 不是他意思啦 我曾经跟他谈过这个事情 过来就没有再这么强调 他就没有再这么强调 那 他 就把奥弥陀讲成这样的时候 我会跟他这样说明 同样道理 诸佛如来的妙法 他不需要被某些 某些人间的对应方式去对应 并不需要 那 实乃说之 就是实际因人道的说 我告诉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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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释迦佛这一期的人间 他有因缘说 你知道吗 人 宇宙之间 有佛法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短 地球上面有佛法的时间 跟地球坏 从地球升起到地球坏掉 这当中都会有人 那么 那么真正有 正法佛在水 相法 还有少分的 末法的初期 所以大家还在修行这样 寒冤 还能够修行这样 像我们现在这样 这样合起来的时间 跟地球上层出快空 总共的时间来比 这经上有个简单的说明 他说 天人重减少 是不是 就要讲这个事 累劫没佛 没佛法 佛法都没有 还等你讲法华经 那有的是有佛法 法华经讲不出来 没缘 他不敢讲 一讲 佛的经口一讲 结果 你看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五千离席 他离席就算了 你懂吗 他不会毁棒 你懂吗 不离席才麻烦 他的弟子多 而且姻缘就差到 他们那些听不了的人 不离席 倒 我做不刚才说你听懂吗 多宝佛就是这样子 不能想 法华经上也说 不可以随便说法华经 万一人家不信 稍稍毁谤怀疑嘲笑 你就不能做多少惹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正是说 这个教法的词 对不对 是不是 法华经嘛 对不对 你就要把握 我刚刚讲到郭徽生 郭徽生呢 他也一样也跟我们 那时候都会亲近广青老婆上 但他走他的路 我走我的路 他早年是在佛教联社 佛教联社 相对是很保守 你有批评的意思 他相对比较保守 然后呢 他 二月十九 他上 陈天禅士 老人家就跟他讲 二月十九之前 比如说一二月之间 上陈天禅士 老婆上陈天禅士 二月十九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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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师傅啊 我工作还很忙啦 陈天禅士 没有了 后来 四五月又去 老人家又说 六月十九出去 六月十九 他就说 没有了 这个工作还是很忙 也没有人代替我了 老人家又不讲话 你说不能吗 七八月去了 啊 九月十九出去 九月十九出去 每次都十九 这样 好 观音菩萨 出家 修道 还有正果 正道 这个 其他人看出来了 后来他要出家前 他打电话给我 大家心里也很难过 为什么 他后来第三次他还怎么讲 他讲说 我就是我别人 都没有来看 因为 说他是得癌症 他就不来看了 为什么太贵 但是中国医药学院 基本上是私立医院 再来当然是医的不错啦 因为用中医相对也不错啦 这样 比较人性也有啦 这样 但是地方 人 欠钱 怎么 没来 没来他很天才啊 他还主动去看医 看病人 去他家 在标准作业程序上 是不恰当这样做的 你医生就是你病人里面 你手上去找他 如果他怎么办 你怎么办 是医生 是病人要负责 还是你国人要负责 如果你被污蔑 你怎么办 对不对 你说你开药没有记录啊 你给他吃药没有记录 就他说我吃这个药怎么样了 他其实他吃别的药啊 他没有记录嘛 听懂吗 哇 这是不行的 这样他还是去 他一直跟我 他有跟我讲 他说 我就看不过啊 那老婆山 那又会医的 他这样讲 都是他的肿瘤科啊 就是癌症 结果呢 他自己得肿瘤 我没有说看肿瘤得肿瘤喔 不要对号入座 但确实有不少人这样 你知道吗 很多肿瘤 就是冤心寨主 有那个医生 很能够看病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今天那个病人的冤心寨主 就来找他了 这个我的 你别吵 他欠我的 要求忏悔啦 不要等病了才要来做 太慢了 宋宝华金 那大好姻缘 所以 后来他打电话给我 说能不能出家 他向来能不能出家 我说如果你生活你还能治理的话 就拼看看 愿意替住你的 那时候四叉灵戒以内 那应该是没问题 他就 他就替住你 后来是因为说 他失误也可能也希望他真正做个比丘尼 他甚至于第二年 第几年 就满了 满了四叉年 他就马上去出 马上去手巨出戒 你想想看 广青老爷上说 你的十九 六十九 九十九 你都有大堆的理由 现在 有一天他排血嘛 他排了很多血 他自己知道不行 有问题 他自己去检查 一检查 满江红 都是癌症因子 都不用什么搞了 马上去出家 第二天第三天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要怎么办 不然还可以 你就说清楚了 有人要修理就可以了 四叉尼 他虽然是这样 但是他生息还是正常 只是我有病 但没有立即性的倒地不起 这样子 他拼个四叉 拼个三米尼是可以的 但可能就没办法 能够去受巨出戒 才韬勞没打紧 可能就是让生的 因缘不能圆满 因为你也是要修福报等等 这一类 如果说做个比丘尼 那是病成这么样 可能也是挂名而已 大概是这样 律上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说要的就快一点 有 有 果然 不用什么理的 有十九 六个有十九 死乃说之 知道吗 看到你就要冲了 满江红跟你说起来 主治医师 检验师 那个脸绿绿的 你就知道 什么都不可以 都会 你家都很碎 事情很多人都会 怎样 没办法 这张红团 没人没办法带你 你就要自己去拼 什么父子自亲 儿女孝顺 爹娘疼爱 还有什么 夫妻感情深刻 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哭啊 担心啊 难堪啊 求谁求谁啊 都没有 而且很快 我还有一个学生 后来现在当教育长 早年 他是脑外科 有时候脑也会长流 他今天正在剃 要把他剃头开脑 他已经是 他是脑外科主任 医师啊 不是主任 医师这样 正在做这个事喔 鬼来了 冤亲债主来 直接抓他的小腿 把他拼去 不要把他出力 会寒呢 会寒呢 所以死难说之 导过来说就是 你的死正是学的时候 就是世尊在对你死乃说之啊 是不是这样啊 是不是吧 对你one on one 你在诵经你得啊 就等于世尊单独对你说法啊 他很难 他要说出来都很难 你今天他不但说出来 还实际正对着你 你还能够来听 然后你说下次我不来了 所以那个梁清熙你来等一下照相一下 把这些人都做成记录 我们下次就对照一下 诸位啊 这句话是今天晚上我的重点 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堂课 下次见面是秋天 所以呢 要把握 人生很短 不要以为万佛式的法华妻 你还可以参加好多次 难说 这行那行那行没用 这样 这样懂吗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 佛陀跟他讲 为什么 如是妙法诸佛如来实乃说之 如悠潭波花是一现 机会很少很少 悠潭波花晚上开 只开个三四个小时而已 你知道吧 是这样 昙花就昙花 昙花一现啊 对不对 是漂亮是漂亮 但是就这样 是 昙花十一现了 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大家要了解 那 我们这一次改成晚上也有开示 是这样比较有进度 感觉起来 然后听说 听我们那个纠察师傅说的 说 这样子进去疗房 相对就安静很多了 因为吵架也疼了 麻烦麻烦 看到面称很清晰 这些 还没说话 正照照 所以 果然政策正确 让大家辛苦一点 其实是要有点进度 再来就是我们 本来就是要解行并进 不管讲多讲少 你总是在这法华的意境当中训 是吧 那这样的话你再来诵经 那意境真的会比较match 这点是这样 那教务处是不是 事务处是不是有什么奖品 颁奖 那我们就等下回向完了 我们照例 我们给大家一个鼓励 给大家一个鼓励 那这个鼓励完了 明天呢一样是八点 你能留下来 希望留下来 QA 给问问题 是这样 好 我们就先上到这 注意大家注意一下 十乃一线 十乃说之 如幽谭波花十一线 到这一段 那下面另外是另外一颗的 那我们大概是十一月 我们秋天再见面 向下闻常费兰回向 众生无边誓言度 烦恼无尽顺段 法门无量顺学 佛道无上顺诚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法 自归法 当愿众生 生日经葬 自归如海 自归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是众恩 下祭三土苦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见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佛 同生极乐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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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